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說回 接下來十月二十八號,星期三,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爆冷場合 買鐵三角,和大家買三隻馬匹 至於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五場 這場第五場是我們的四班 草地斯加三難,1650位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很明顯有些馬最近跑得不錯 說的是這隻八號的潮州大興,和這隻十一號的山山盛盛 這兩匹馬最近都表現不錯 你會看到這隻潮州大興最近都跑兩個第一,一個第二 今季成績很好,都有頭馬交得到 另外這隻山山盛盛盛 Zhancans盛盛行營的 quedar無 creo 三個第二,一個第三,一個四 那又是一些極的穩定一名 RA 所以我這兩匹馬是一名 以前的馬 map西中有狀態和實力的斯珮 所以我相信这些马在未来的一场应该有很多人会买下去 但是这次我们就尝试想飞走了这些最近赛职那么好的马匹 反而就是去买一些最近赛职不是那么好的马来买的 为什么这次会这样呢 原因是因为我认为这场马其实都是一场有得爆的场合来的 就算尽管最近有些马成绩不是那么好 但是在未来的一场都未必真的跑不出的 所以就想尝试选择其他的马来选择 至于今次我们第一个会选到的马匹是哪一只 今次我们第一个会选到的就想选择这只十号的精彩非凡来试一试 为什么今次要选这只马呢 我们先来看这只马的赛职 其实这只精彩非凡最近在今季的赛职不算太好的 你会见到他在今季其实都是说未赢过的 跑完第八第七第三第五这样回来的 那么最近都跑第五了 那么成绩不是说那么理想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会买他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只精彩非凡 其实尽管最近跑第五都好了 其实他输起上来都是说有原因的 我觉得这只马最近其实都输得挺不值的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只精彩非凡在最近十二十四号 怎样输了怎样跑第五回来先 那我们一起去视频看看吧 那精彩非凡上场就排着个十一档的 那橙衣橙帽的就是他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只精彩非凡上将到底为什么会输 那其实头段时间这只精彩非凡 都是说留了后来跑的了 那你会见到这只马在大约尾尔 在挟难的位置 那其实这只马也是说跑得非常被动的 那之后我们再看下去吧 看看他去到转弯入直路的时候怎样跑 那基本上去到转弯入直路的时间 这只马就已经是说开始走着三叠 那就拼出去想着在外面来去冲的了 那其实他转到那个弯都很阔的 都很阔的 那你会见到他都是说拼到最出最外叠的那只来的 那基本上现在他都拼到差不多成十叠十一叠这样来跑的了 那就是说吃了的 那但是大家留意他后来没断的冲势 其实这一只精彩非凡 尽管他今场吃了都好啦 但是后来都照样是说能够冲近 冲回第五名回来的 后来是说有冲势 表现不错的 基本上全场冲得最好的马匹就是他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只精彩非凡 上阵的第五是挺强的 那因为大家留意上场马的步速了 其实上场马头1000米 是在1分02秒36的 那这些时间慢的了 那都比标准时间慢的 基本上上场没有一只后想马是一定都上来的 那除了这一只马之外 那所以我认为他之前的这些第五呢 其实纯粹就是说输过形势 输过劣当的而已 那之后去到11月16号的这一场马都不例外了 那这只精彩非凡当时之所以跑到第三 之所以输呢 完全也是说因为那个劣当 那和它是一个不利的形势来发挥 那大家再来看回 在11月16号的精彩非凡又怎样跑 那精彩非凡就是这里的这一只 橙衣橙帽的 排着个十一档又是排劣当的了 那今场马它又是流后来跑 那是用一个很被动的方法来跑的 那流后呢 去到转弯入直路了 那都是说西出去的了 那其实这一只马 今场和上场是一模一样的 又是拼到老远那样的 那差不多都成十叠十一叠的了 又是吃着个万步速这样来冲 那但是居然呢 尤其又是能够以一个劲势 撒班上来跑回第三名的 那所以这一只马之前又是这样才说输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只精彩非凡 上两仗都是说输得挺不值的 纯粹是说输过劣当输过形势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只精彩非凡 但是未来这一场马再出的话呢 是说要来到去买回的了 那因为始终这一场马呢 这只精彩非凡 不再是说排着那些劣当十一档了 这次是说排着个八档来到去跑 排着个八档来到去跑的话呢 应该就不需要好像上将那样 那跑到禁时禁备度的了 那再加上这一批马呢 缩程来到去跑的 那缩回到1650米 那跑1650米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更加适合这一只马的 那因为始终这一匹马呢 在今季跑过一场 跑马底草的1650米四班赛事呢 都是说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的 那跑了个第三名回来 那而大家再留意这一场马 他这个第三是怎样跑 其实他这一场马的这个第三呢 表现更加出色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们一起看看精彩非凡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精彩非凡就是这里的那一只 12号马匹 橙三橙母的 那我们看看今场马的精彩非凡 怎样发挥 那到底他这个第三是怎样跑出来 那在投电时间 那那只精彩非凡呢 都在大约尾五左右 那走着个二三叠的位置 那其实这样走没什么问题了 那但是去到转弯入直路之后 那大家留意实 那只精彩非凡发生什么事 其实去到转弯入直路之后 这只精彩非凡呢 是说阻滞多多的 去到最后270米 这只马都是说不能够看空的 那来到现在260米 这只精彩非凡也不能够看空的 比前面那几只马 顶鬼住了 不分最后260米 但是都还没看空 这只马现在还在塞 最后280米还在塞 去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看空呢 其实这一匹马是说 要去到最后150米 它才说真正看空 才说真正离对冲 尽管这么前看空也好 但是居然这只精彩非凡 最后一路都能够以一个劲勢 扎回来跑到第三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这只精彩非凡 在这一场马1650米的表现 是说极之出色的 那还要大家留意这只精彩非凡 当时在做什么的时间 尽管这只精彩非凡 失败车也好 失了一大段时间 最后8-5才能看空 但是居然 最后这只精彩非凡 做出来的时间 是1分39秒26 这这样的时间 基本上是极之轻得这么快 你留意一下 这间马其他的马匹 即是说金组马其他的马匹 其实没有一只马跑跑马的1650米 曾经是说做得到这些时间的 这只精彩非凡 这个1分39秒26的时间 是来着这一场马 全场最快的时间来的 跑得最好的时间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精彩非凡 之前居然塞车都能够有一个这样的表现 证明得到它跑跑马的四班草地 1650米肯定是说不差的了 接下来跑回这个相同路程班次和场地 所以我觉得是说要买回它了 今次还要是说放到田泰安上去 田泰安其实这些忠厚上的马 还是说更加出色 所以我觉得今次换它上去 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配搭 所以今场马我们打一只会选择的马笔 就想试试这只10号的精彩非凡 看看今次排回一个好小小的档位 踏田泰安能不能够帮这只马 保重赢得到了 好,今场马我们打一只会选择的马笔之后 就到这里说到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马笔了 第二只会选择的呢 就想选择这一号的星之堡来试试的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这只星之堡呢 对不对 这只星之堡其实最近的赛绩都不太好 跑完第十二、第八、第十三 基本上在今季 它都完全没有表现 跑完包大背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次都会买它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只星之宝 其实今次在来的这一场 它未必真的不行 因为第一件事就是 这只马今次降班来跑 今季跑着那些 都是一直跑着那些三班的赛事 今次降班降落四班 只有一班来跑 其实这只马就是有威胁的了 因为始终都是降班跑 还要再加上今次 就是真情来跑 今季这一匹马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跑那些 1200、1400的赛事 但是居然今次 它说真情真到1650米来跑 真到1650米来跑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 更加适合这只星之宝 因为大家留意这只星之宝 它那个附系 其实这只星之宝 它那个附系 是说出自满乐视 而满乐视是一匹什么的马呢 其实满乐视 就是一只日本的马皇 在日本都出了名的了 甚至是说 我相信 很多香港的马迷都会认识它 对吧 日本马皇没有乐视 那我出了名的了 这一匹马 出赛了18次 而它得到的成绩 就是说 11win 两个第二 一个第三 赛绩非常之好 11win 这一只马 基本上 由14米都赢到2000米的 而它也都是说 经常性能够赢到一些大赛的 安田纪念赛 甚至是说 那些 一里冠军赛 这只满乐视 都是说 能够赢得到的 基本上 这一只马 就是一只 很出色的马 尤其是说 跑16米 因为它赢来赢去的大赛 那些什么安田 一里錦标 都是那些 16米的赛事来的 所以就是说 满乐视这一批马皇 跑一里的赛事 是说极佳的 就是说 星之堡的老豆 星之堡的老豆 满乐视 跑16米 是极佳的 而 星之堡 身为满乐视的儿子 我觉得它有机会 都是说 跑16米 都是出色的 所以今次这只 星之堡 转战过来 跑1650米 这些 16米屠城的赛事 我觉得它有机会 是说 能够 跑得更好 有机会是说 在未来的这一场 降班 真情 就能够 爆烂 都不出奇 所以 尽管这只星之堡 最近赛事差都好了 我觉得 未来的这一场 都是说 可以抑制它 因为 始终它这只马 富是出自满乐视的 出自一只马王的 所以 我相信 这只星之堡 其实 在血糖方面 都不断了 它的实力 应该都不会 断得到哪里 应该都不会 是一只 连四班 都不会跑的马 血糖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 今次它下班的话 可以说 来对试一试 还要是排着 一个漂亮的 六档 来跑 也是一个 不错的档位 所以 我们第二只会选到的 马匹 都选回这一号的 星之堡 来试一试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头两只会选择到的 马匹之后 就来到 说回第三只会选择的 马匹了 我们第三只会选到的 就想试一试 这一只狗狗围攻 为什么今次会选择 这一只马匹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这一只狗狗围攻 最近在今季 它的表现出色 大家看看 这一只马 在今季 赢过一场四班的赛事 排着个十二档 都能够赢得到的 另外 去到最近 它跑了连续几场的 沙田组 这一千四 跑马地 这一六五零米的四班 它都能够有一个 好的表现 是吧 跑过第二 第四这样的 最近那场跑马地 一六五零米 排着个劣档 十一档 在四班 都能够跑到第四 所以我觉得 这一只马 其实最近表现 不差的 还要大家看回 这只狗狗围攻 最近在跑马地 跑这个一六五零米 的四班赛事 它怎么排着 劣档 十一档 是说 跑近 跑到第四 回来 其实它尝试 这个冲勢 是极佳的 这只狗狗围攻 狗狗围攻 这只狗狗围攻 就是这只狗狗围攻 紫衫粉红帽 7号马匹 上场它排着个十一档 热档 所以 头段时间 它也是说 走着一些蚕毁的 走着个三碟 来跑 基本上就是说 蚕光 这只狗狗狗围攻 这只狗狗围攻 上场马头段 是说 蚕毁了 之后 去到转弯 入直路 这只马 也是说 跑出去 基本上 这只马 蚕毁了 因为排着 劣档的关系 但是 居然 这只狗狗围攻 一样 照样 能够冲得好 对吧 在最出 这只 它是全场 最蚕的 但是居然 尤其 都能够以一个 劲勢 杀回上来 跑回到第四 所以 我觉得这只狗狗围攻 上将的表现 是极之出色 大家还要留意 上场马 的步速 上场马头 850米 是在做52秒41 这些时间 慢到抽筋 那么慢步速 居然这只狗狗围攻 都能够 蚕着来跑 还要蚕这么多 最后一个后想的姿态 杀回上来 跑第四 所以 我觉得这只马 跑跑马的 四班1650米 是极之禁恶的 那么 今次 它再出再来 跑马的 四班 这1650米 我觉得这只马 是要买回的 虽然说 排着个十当 劣当 但是 始终 这只马 都是一只 舍得起的 马 之前 在今季 连续好几次 排着劣当 它都能够 跑得好 所以我相信 今次排着的十当 它应该都是说 能够克服到的 还有 再加上今次 特意安排了 潘顿坐上去 强配得潘顿了 随时就是说 想在未来的这一场 保重赢马 都不奇怪 所以我们第三只 会选到的马匹 都想选分 这只 3号的狗狗围攻 来试一试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会买到 哪三匹马之后 就来说回 我们的投注策略了 今次 我们会买到的彩池 就是连赢及位置 这个彩池 用这个彩池 去买回我们刚刚先 提及到的 那三匹马 就可以了 用一个铁三角 护川的方式 来买回他们 对了 今次就是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同意 同路的话 都不妨试一试 这三匹马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希望大家一起赢钱的 我都祝大家 赢多点了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今天大家记得 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